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资产教老知有问哪个环子》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804 6566 又或者传电邮帮我们 想说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圈市务总监郭司治郭Sir 郭Sir 你好 郭Sir 我们先解答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有位家庭观众想问777网龙 他说现价买又是否适合中长线持有 又卖卖得过上网空间有多高 看到网龙现价升超过8% 去到16.56 就快公布首季业绩 可否可可可 郭Sir 其实预期都不会太差 近期来说 与网络游戏相关的股份 业绩都不会差得去哪 因为现在智能手机的应用相当普遍 大家拿一部智能手机 就一定是上网或者拿游戏 其实我们坐车或者很多场合 都见到 每个低头拿着手机玩游戏 相关的业务 其实未来的增长仍然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不过当不知 补充一句 其实由低位上来 很多累积的升幅已经是相当多了 网络去年全年的顺利不太好 可能今年上来 应该会有些改善 你只是看回技术上的表现 由低位上来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走势都会越升越多 我觉得如果现在需要去买 摸着高台买 最好做一些风险管理 万一不对板的时候 看看什么价你需要止蚀 如果你看回走势 一枝阳烛 看的图已经知道了 一枝阳烛 两枝阳烛 在大成交之下 势头的确是很亮丽的 而且这些上升通道 也行得相当好 但是如果你说现在这些分钟 才在追的话 就留意了 早前有个技术上的高位 这个拿出来看 应该大概15个半左右 我就当是15个半 万一不对板 反过来跌穿15个半 跌穿早前的高位 技术上来说就不太好 好幸的地方 两天之下有大成交支持 股价仍然住在上升形态之中 如果要博的话 就细博 15块半 这个15元 这个技术上的止蚀位 就紧记了 我觉得不要太大注 因为现在这些分钟 再看看 由早前的低位 即3月份的大概 都仍是8个零元钱 到现在都接近17元来头 一倍的了 升了一倍的股份 如果我追下去的话 我第一件事 我就要问自己 万一回吐的时间 我什么价 定下止蚀 可能现在不回 或者升到两浸消费 但始终你都要有消化的 在那一刻 刚刚拿着最高点来买 就吃虧了 所以要追的 就不如早追 到现在再追的话 定下止蚀位 在15个半 不要太大注 问题就不大 好 谢谢 另外一位家庭观众 钟生想买2689 就是九龙子业 他询问现价买不买得过 现价九字是6.02元 跌超过百分之一 今天穿过6元位置 最低见过5.9毫半 子业股又考虑得过呢 其实2689走势 似乎是一般的 我最关注的是债务问题 始终还是高的 大家看看 股价已经一步一步试 一个月的低位 其实今天曾经一度跌穿过 它的走势跟刚才网龙 刚刚相伴 它是由二三月份的高位 七个八一路跌下来 技术上来说 是处于一个续沉低位的形态 如果看上一阵的低位 技术上的低位 大家要留意 五个八毫四 这个亦是今年二月二十五日 曾经一度见一见的低位 尾后是倒升 不用说 如果一旦跌穿了 下一个防守性据点 将会拉低到五个四到五个六个区间 要拼搏的话 我觉得暂时等等才会比较好些 万一真的跌穿五个八毫四 很可能还有更多指示官员出来 反过来 你是指定一定要拼搏的话 就留意五个八毫四的支持 一旦失手的话 输一两毫子的 我觉得就落车算数了 如果纯粹是中线的话 就一定要分转买 短炒的话 就严谨看五个八毫四的支持 从这个走势来说 是一浪低一浪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仍是中期下降轨之下走 形态都仍是不利的 好 另外解答完家庭观众电邮问题之后 不如跟大家看看现在市的情况 恒指方面升86点 到22,703点 其指升103点 低水18点 国企指数升35点 到10,757点 成交额371亿多 来到3.8的时间 成交都是400亿都不够 似乎市场人都不知情绪应该怎么走 郭先生 我想暂时来说没有方向 因为今天来说是接近月底 星期三就是今个月的期指转仓高峰日 星期四就是期指结算日 星期五就是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即是说我不理你期指的 那些结算也好 转仓的活动也好 将会主导整个大局 看上星期的时间 是由星期一的23,512点 跌到上星期五的22,470点 一个星期之内跌了1,042点 这个也是整个五月份的波幅 如果简单说 1,0452点的波幅 其实就不算小 问水少少 可都可以满足到今个月的要求 即是指数 可能未必有更加低的行指 让我们看到 况且今天和明天 不排除有些好仓的大户 会略作反击 不过恒指首先来说 一定要回到一百千和二百天线楼上 才可以摆脱了 进一步下市低位的威胁 而最关键的都是十天线 一天未能够回到十天线楼上 整个形态都仍然处于反复 欲市低位的架高 幸好的是五十天线没有失手 因为事实上五十天线相对现指来说 现在来说 就拉远了二百多点 早前来说 现指在上周五 曾经一度和五十天线是在捉紧的 如果一旦跌穿了 虽然不是担心一个中期调整会 但最低限度代表整个大市的反复 将会更加明显 我觉得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市根本是波幅市 四月份的市也是波幅市 五月份也是波幅市 其实整个市仍然走在 2月4日的高位23,944点以下 暂时来说 在4月18日的低位 21,423点 亦有一个比较不错的防守性支持 在这2,521点的市况内 指数不理你升1,000跌1,000 升1,500跌2,000 你仍然是波幅市 当然越夈���量维持近2万1,000跌2万2,000跌 即使有的譯 OVER preparing 幅度预期不大 许可在上落市之中 抻低买 telewise總是比较好的 因為有些收入 fale 土壤一旦接著 投全部通imming 一旦又回吐 色适量的一旦 能夠突破23,944點 回補的速度真的要很快 否則 虧損可能比預期中為大 始終流動性貨幣仍很充裕 利息仍是低 市場有心態一向都是這樣 越是淡靜越是低迷 買盤越是卻步 相反來說 越是高湧上去 成交量越大 資金越是要投入越是要追 總之 一切都看成交金額 我也承認上一層市 一路向上走的話 成交金額很稀薄 即使去到上星期一的23,512點 當日的成交金額就較為多 但早前的成交金額 經常只有500多億 沒有成交金額支持的升市 一定是受虧限的 當然 如果真的有大成交 例如700億800億 那一層就不是反彈市 根本上是升浪的開始 直到現在這分鐘 我相信 大方向就沒有了 仍然處於一個上落市當中 如果比較明快的步伐 怎樣都要等到期止結算過後 或者下個星期才能見到 今個星期驚喜 我自己看就應該不會有了 但是 預期的幅度 亦未必會太大 就算市 未來這幾個交易點 如果很不幸地 真的有機會觸及 22470點 大家都不需要放 只不過反覆的程度 略為深一點 或者簡單說 50天線和防守性 現在都沒有實度 就算你未來這幾天 真是很不幸失手50天線 都是代表市 反覆的勢頭比較多 這個不應該是一個 中期跌浪的開始 我對後市來說 我始終看得比較正面 另外和大家看A股表現 A股收市的時間 三大指數就個別發展 上證綜合指數升4點 去到2293點 護深300指數升2點 去到2599點 深淨城市跌44點 報9260點 今日三大指數就個別發展 亦都見到上海股市 今日曾經見過2301點 但收市都未能夠企穩 亦都見到今日來講 似乎成家又是薄弱了 亦都見到 指數的波幅 都比較雜幅 A股走勢 暫時都未見到明確方向 郭Sir 但就不是那麼差 因為由5月2日的低位 2161點的上升 其實就 已經 出現一個技術上的突破 早前跟大家講的時間 這裡還有一條下降通道 其實已經是突破了 兩個星期 況且大家看看 由2161點開始的上升 已經形成短期的上升軌 第一個技術上的三頂 阻力位已經攻破了 現在處於一個 反彈後的整固格局 如果再有一個後抽而上的話 下一個目標應該2344 簡單來說就是2350點 這裏也是另一個雙頂 如果過了這個雙頂 目標就直至2444 這是今年全年的高位 如果上證指數能夠 由2444跌到2161點 是屬於一個升後的調整 因為早前市上升了495點 這個技術上的調整 一旦確認 完成了 其實現在初步已經可以確認 往後的走勢 將會 反反覆覆 逐步逐步逐步向上推升 只要不跌穿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整個形態 將會進一步向上走 比較關鍵就是2444點 這是今年全年的高位 如果上證指數能夠突破2444點的話 我相信在那一刻 進一步挑戰 應該是去年全年的高位 2478點 這是跨年份的一個 高低腳色的雙頂 值得一提的就是 近期A股的上升 其實 戶心兩地的成交金額都是多了 接近2000多億 即是市場動力已經逐步有所改善 簡單來說 資金入市的態度 亦都是轉趨正面 現在所欠的 就是一個政策 不過內地 其實自從兩會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什麼政策 正正式式地落實 但是市場對未來的 城鎮化的計劃 基建相關的計劃 金融的改革等等 都抱著比較正面的態度 我也承認 這幾年 外圍股市 包括港股內 其實都升了不少 但A股 持續低迷 金融海嘯之後的高位 之前的高位 是6164點 之後跌到 1664點 反彈上 3478點 這個是 09年8月4日的高位 從3478點 一直下跌 跌到去年 12月4日的 1949點 才叫做斷定了下來 但是不要忘記 A股期間是不斷反覆下跌 但是 經濟 本身來講 保持 7.500 甚至8.5 接近9% 增長 就是說 A股的下跌 根本上 和經濟已經脫下跌 如果能夠保持 7.5的平穩 增長 其實A股 回到2800到3000點 我相信 不會有太大難度 A股的上升 很可能 大家也要留意 一些成份股 譬如多時的內銀 或者受險股 最終都會成為 資金追逐的對象 不過我也承認 相對其他 那些 藥業股 或者一兩種科網股 其實 A股 我講傳統的股份 步伐還是很小 就算你現在說內銀股 升10%到15% 全世界拍了手掌 但投資的網絡 人家升一倍 騰訊 由237元到近期的310元 升了30% 是很短時期 有時候 投資者如果沒有足夠的能力 持有相關A股的成份股組合 作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真的要持營 如果大市升那麼多 自己的股份 完全不動的話 你的心理真的可能 會不平衡 就講解 中人壽為例好 上一陣 升到2444點 中人壽股價 27.35 你現在回到 22,38點 左右的水平 一咬著咬著不放 中人壽股價 是20元幾毫子 即是說 暫時中人壽股價 都仍有少少落後 不過 最終都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 熱定 如果A股 真是 明確地 進一步向上推 或者升過2444點 這個雙頂 再向上行的話 我相信 持有A股組合 比較多 中人壽股價 應該在那一刻 回到22到23元 我相信都不為過 好 謝謝郭Sir 這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郭Sir 剛才說的股份 有沒有哪一隻有刺入 沒有的 好 麻煩你 稍後回來 是全日總結的時間 會有第2位分析員 跟大家總結一下 今天的市場表現 下節回來見 好 再見 好 再見 好 再見